听完炼神丹大会的奖励 着实让萧炎都有些瞪大眼睛 成为这位万界第一炼药师的清传弟子 获得一枚任何无上丹药 以及可获得万界最神奇的无上丹方 在这样的诱惑下 怕是这一次的炼神丹大会会非常的激烈争夺最后的获胜名额 塔主老前辈 我也会在这一场炼神丹大会中全力以赴 不过 刚刚你所说的 最好需要突破九品药仙的智骨 成为药神 小辈现在对药神的门槛都无法触摸 想要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去突破药神 有些难度啊 萧炎所说的也没有错 因为自己炼药术已经搁浅许久 对于炼药术的精髓都有些生疏 这一次也是借着炼神丹大会 提升一下自己的炼药术 单神塔塔主则是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我们单神塔每一次举行炼神丹大会之前 就会先举办一场九转仙丹赛 针对九品药仙 一些炼药天赋好的炼药师 就能够突破自己的九品药仙智骨 触及药神的门槛 从而达到炼药术最高的境界药神 当然 九转仙丹赛 就是让你们炼制一枚特殊的丹药 如果提炼出九转精髓 就能够触及药神的门槛 至于如何触及药神的门槛 就要靠你自己对炼药术的领悟了 三天后 九转仙丹赛就会开始 就让雪儿带着你去吧 单神塔老祖看向雪儿的目光中 带着一道意味深长之意 仿佛也知道了 无血对萧炎 有那一份属于年轻人的东西 此时的无血已经乐开了花 因为这样的话 就能够和萧炎 有着更多的独处机会了 想着想着 脸上都浮现出了一丝红韵出来 然后几人就稍微聊了一些 让灵动和牧尘二人留在小世界 进入丹海 感受无数灵草药材的浸泡 而萧炎则是和无血走出了小世界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对单神塔也有了一些的基本了解 萧炎了解到 这一次参加九转仙丹赛的名额 至少都有数千人 这些人都是来参加炼神丹大会的 随着炼神丹大会开始在即 单神塔都开始逐渐的热闹非凡起来 当然 这数千人皆是九品药仙 不包括此次参赛的药神数量 如果按照以往的炼神丹大会 全部参加者的数量 可以高达上万人 毕竟 这就是诸神万界最高等级的炼神丹大会 吸引着九届中的所有炼药师 都会来参与 他们也非常的 注重这场九转仙丹赛 可以借助着自身天赋 对炼药术的领悟 也是单神塔 给予那些停留在九品药仙领域 很久很久的炼药师机缘 如果一旦能够将在这九转仙丹赛中 提炼出九转精髓 那么就能够触及药神的门槛 只有成为药神 采坊能够在后面的炼神丹大会中 表现出不凡的炼药术 甚至就能够成为最后的获胜者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这一日便是迎来了九转仙丹赛的开始 吴雪一大早就过来 带着硝烟前往那九转仙丹赛的场地 外塔第一层之中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影 他们都是来参加九转仙丹赛的参赛者 而且 其中步伐有着实力强大的神奇强者 以及对炼药术的极高造诣 此时 吴雪和硝烟的身影也来到了此处 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氛围 也是让硝烟微微吃惊 只是九转仙丹赛 就有这么多的炼药师参加 硝烟弟弟 这还不算什么 届时后面的炼神丹大会 那才是大场面 也是诸神万界最大规模赛事之一 吴雪也是开始为硝烟解释起来 旋即 吴雪和硝烟慢慢走入场中 他们可以感受到 人群中浓厚的气息 场地的外塔第一层 已经布满了参赛者 大多数是身怀 极高炼药术的九品药仙 他们的气场强大而浑厚 不愧是炼药师的梦想之地 这里显然 已是无数九品药仙 步入药神的开始 硝烟的目光扫过四周 有些参赛者 手中拿着各种药材和器具 在嘴里喃喃自语 时不时在调整着 自己的炼药器物 仿佛即将开始炼制仙丹 但是 也有些人静坐在角落里 谨慎地分析着周围的情况 和自己的炼药材料 他们显然不是强者 却往往会有一些妙手之牢 他们往往被人们忽略 却往往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然而 就在硝烟的目光 扫过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 仿佛是被遗忘的一角 在这静谧的环境中 一个身穿黑色衣袍的年轻男子 站在那里 他的面容神秘而冷漠 黑夜中的幽灵一般 男子脸上有着一道黑色的图案 这图案散发出一股 难以言喻的阴暗气息 这种气息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让人不寒而栗 萧妍的眼睛在男子身上停顿 褒中闪过一丝警惕和好奇 她意识到 这位年轻男子 并非寻常之人 男子的存在 让这个角落 显得更加荒诞诡异 如同一幕诡异的戏剧正在上演 萧妍凝视着那位黑色衣袍男子 心中充满了种种疑惑和警惕 怎么了 然而吴雪的声音 打破了刚刚那种静谜 萧妍也是回过神来回应道 没什么 只是觉得 这一次的恋神丹大会 更怕会非常的不简单 在萧妍回答完后 悟光再次投射 刚刚那出不起眼的角落时 发现刚刚拿到黑色衣袍的男子 竟然不见了踪影 萧妍也是在第一时间 打量着整个场地四周 依旧没有再看到 刚刚那道身影 在几次扫荡无果后 萧妍也就放弃了 随后 吴雪带着萧妍 继续朝着场地中心走去 在场地的正中央 架起了一个巨大的药炉 四周围满了观众 他们热情地举起双手 似乎正在为这一次 参加九转仙丹赛的炼药师 欢呼加油 整个场地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的氛围 每个参赛者都在默默练习着 暗自计算着 炼制仙丹所需要的细节 在这里 炼药天赋和自身领悟力 都是胜利的关键 但最终是否可以提炼出九转精髓 触及药神门槛 却不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一道刺耳的钟声响起 回荡在这片空间中 如同石破天惊 令人心神颤动 钟声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 刚一落下 原本喧闹的人群 顿时陷入了寂静 只剩下那回荡在每个人心中的余音 在这宿静之中 众人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场地中央 摆放着 一座巨大镂空精美的青铜之炉 在底部有着火焰熊熊燃烧 使得青铜之炉内 蒸腾出烟雾弥漫在空气中 宛如一片神秘莫测的仙气 突然 一阵清风拂过 场地中央的青铜之炉周围烟雾 似乎为之一顿 接着 一道身影宛如从烟雾中孕育而成 渐渐清晰 他身披华丽白袍 白袍上绣着金色的云纹 随着他的动作轻轻飘扬 白袍男子的面容 刻画着岁月的痕迹 既不是稚嫩少年 也不是老太龙中 但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却仿佛包含了无尽的岁月和故事 他轻抬右手 掌心向上 一枚晶莹剔透的玉佩静静 悬浮在掌心之上 玉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 随着他轻轻一挥 玉佩飞向半空 化作一道绚丽的光带 环绕整个整个场地一周 将所有人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恰到好处的沉稳气质中 透露出一股不凡的威严 他缓缓踏步而出 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云端 无声却有众弱千军的分量 当他站定在青铜之炉的前方时 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人们的情绪也随之高涨 男子站在青铜之炉前 微微一笑 他的笑容温文尔雅 却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 然后微微地深吸一口气 朗生说道 欢迎各位来到单神塔 参加本场的九转先单赛 至于规则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 待会我便会让你们进入比赛场地 每一位参赛者 都有炼制三次机会的药材 如果三次全部失败 那么就无缘在这里触及药神的门槛 当然 就算失败了 也有机会参加炼神丹大会的名额 如果在九转先单赛中 你们能够成功触及药神门槛 那么对你们接下来的炼神丹大会 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 祝你们都一切顺利 九转先单赛正式开始 随着 这位白袍男子的声音落下 广场上的人群 再次陷入一片沸腾 而那声仿佛还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提醒着所有人 一场对于提升自己炼药术的比赛 也正是就此拉开序幕 在座巨大的青铜之炉 也是在此刻亮起了光芒 几道不同颜色的火焰升起 宛若几条绚丽彩龙 在炉中欢快的舞动 场地中的每一位炼药师 都感受到了这一刻的庄严与神圣 空气中弥漫着药材与仙气的独特混合香 而那位白袍男子 正是外塔之主 也是一位无品药神 则成了这所有目光的焦点 成为了这场盛会的见证者 接下来 我便带你们进入比赛场地 白袍男子挥动双臂 一股强大的神渊之气 灌入青铜之炉中 伴随着神渊之气的涌入 青铜之炉之中 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光芒如同利剑划破苍穹 似得人眼无法直视 转瞬间 一切景象都被光海淹没 周遭的喧嚣声 金属撞击声 药材香气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 世界变得一片寂静 当最后一丝光芒消散 众人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空旷 而古老的广场上 四周被厚重的古老气息包裹 每一块石砖 都似乎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天空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 模糊了远方的轮廓 使得整个场景 更添一分神秘莫测 原本熙熙攘攘的第一塔层 此刻却空无一人 唯有那一座巨大的青铜之炉 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场中央 散发出柔和的山药色光芒 广场四周 皆是炼药台 而且已经划分 排列的井井有条 这里有着上千个炼药台 每一个炼药台面前 都站立着此次参加九转仙丹赛的参赛者 场面极为的壮观 这还只是九转仙丹赛 如果是炼神丹大赛 那场面岂不是 简直都不敢想象下去 在他们的高处 有着一席专座 那是此次举办九转仙丹大赛的评审员专座 每一个专座 用珍稀的木质材料 打磨得光滑明亮 上面会有金边的图案 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品位 而在广场的最中央 一个巨大的炼药台 占据了所有人的目光 台上摆放着各种炼药所需的工具和药材 琳琅满目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以巨大的炼药台为中心 参赛者的炼药台 在其四周一环 接着一环的排列开来 九品药仙们各自占据一方 准备开始他们提炼九转精髓的大赛 就在这一瞬间 刚刚的那专座上 出现了四位皆是四品药神的老者 以及那一位外塔之主 武道散发出恐怖威压的五人 缓缓落座 那武道身影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这广场上 等待着一场精彩绝伦的提炼精髓大赛的开始 各位参赛者 你们的炼药台上 已经有着可以提炼三次的九转仙丹药材 如果三次都失败 那么就直接失去了触及药神的门槛 如果成功 就可以踏足药神领域 祝你们成功 提炼开始 外塔之主的声音 传入下方数千位的参赛者耳朵之中 紧接着 广场的数千位九品药仙选手 直接将自己炼药台上的几种药材 开始按照标准的比例 一把抓起 丢进了炼药顶之中 然后神魂力量便是释放而出 食指与中指并驱 一道道属于自己的火属性力量 直接凝聚出火焰 开始对着炼药顶的底部 开始升温加水 而有些炼药师 则是催动出他们的火焰 这些火焰可不是神火 则是属于来自万界中的其他火焰 有神兽火 魔兽火 妖火 幽火 天火等诸多类型的火焰 虽然这些火焰种类多 可比起神火来说 这些火焰都是地点 神火作为万火之神 自然有着属于在火焰中的顶尖地位 那可是超越帝王之火的神之存在